嗨大家好,我是任杰猫 今天邀请到了一位刚发行专辑的长笛家 欧嘉文 大家好 Hello,任杰猫 谢谢你邀请我来你的频道 那这个是我最新发行的专辑叫做迪光夜影 然后它里面南瓜的就是长笛的演奏 跟一些爵士音乐的融合 那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到串流名台多多支持 Spotify都有 Spotify、Apple Music都有 OK,那我们今天要请到欧嘉文 来一起跟我们聊聊关于长笛的各种大小事 我们会先从嘉文他从在法国留学的时候讲起 那我自己最想要问的是为什么是法国 这么多国家为什么会选择法国 就是其实还蛮多就是学长笛的人 会对法国有一定程度的憧憬跟向往 因为毕竟我们长笛的曲子里面 真的有很大的比例是法国作曲家 就是那本你知道法国French Composer 那我的话其实是在国中的时候 因为我本身是云林人 然后云县振兴中学这样子 那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想太多就是以后的出路 就想说就是顺顺的升学上去 没有想过要出国这样 其实事实上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位学姐 正新的学姐 她就已经在巴黎留学大概两三年 那那个时候她是回来台湾开音乐会 就认识到她就是她的这个音乐真的很吸引人 听了很感动 然后就去找她聊天 她就说其实在国外的那个学习的状况 还蛮有趣的 就是说她跟我解释她在那边生活的情况 跟学习的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跟音乐上面真的是对我来说是很冲击的观念 我就会开始觉得说 是不是这也可以是一个选择 那甚至是她也开口问说 那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来找我一起一起住啊 一起来留学这样子 因为她可能觉得说这真的是 毕竟在国外留学的话 人生地不熟 对人生地不熟 就是有一个噪音的话 会不会就是是比较安全的做法 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国中生就是未成年 对 对 然后爸妈这样也会比较放心 就是你可以去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幸运 因为真的也是听过很多留学生鬼故事 遇到各种恐怖的骗财 不知道有没有骗色 但是就是诸多的补顺是 可能一开始去人生地不熟 云然不同会遇到一些 让人三毛巾的状况 那我很幸运都是有学姐去介绍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 她当时跟你分享什么 是让你觉得很冲击什么东西是 就是 因为你之前是觉得说 打算是都在台湾 就也没有关系 就完成所有的学业也没有关系 对 那所以她那时候是跟你分享什么 让你觉得说 觉得说可以去试试看 想要去看看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当时候我的学习的那个状况就是比较比较乐甜 就会觉得说就是盛盛的考试 准备考试啊 然后考完试就就就就就放松啊 没有特别想说我的以后的出路可能还没有机会去就是年纪还比较小的时候 可能当时的那个学习氛围 对 大家在附近就是还没有要考虑到这个事情 那其实比较冲击的事情是她整个音乐上面的表现 会让我觉得说我虽然有听过几次的音乐会 但是因为可能学姐她的她也是台湾人 然后年纪也没有跟我差到非常多 然后就会觉得说其实她整个音乐呈现出来的感觉会让我有一种很微信的感觉 就是真的是她在跟你分享一件事情 因为可能在我那个年纪就是我听到同侪就是比较在准备考试的那个样子 就会让你觉得说哦那就是在台上大家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其实她的音乐给你一种觉得 你想要看看要怎么样才可以也可以像她一样用这种方式去表达音乐 对没错 那想必大家都都有听过就是嘉文之前在考那个法国学校的一些奋斗史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一开始你是带着那种就是想要达到那个目标嘛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会遇到就是很多困难 因为留学生嘛就是你要其实你要待在那边很多年 就是帮助你去撑过这些比赛啦 还有撑过就是就是一个学校念完之后就去念下一个学校 这样子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拿一个核心帮助你去撑过这些事情 嗯我觉得其实这一整个过程 不管你今天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学习 只要你今天是走在音乐的这个专业的路上 不要说音乐就是说艺术的表演表演艺术的这个部分 其实你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你在技术的方面 你已经就是就是你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你就要开始去思考说你自己本身对于艺术的这件事 艺术对你来说是什么意义 跟你你想要呈现出来是什么感觉 这个事情是你开始要去去去思考去规划的 就是说你要先去了解说你自己是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自己的喜好跟就是 但是你也算是蛮早出去的啊 你这么早就太想这件事情了吗 没有没有我并没有那么早 就是一开始的话当然就是去就是 因为我是在学生时代是比较有老实的个性 啊 竟然比较不老实 诶 是这样讲吗 这样他不老实 哦 这样好吗 没就是学生时代的话就是比较单纯的生活作息 就是认真练琴啦 对对就是就算你已经到了国外 那我还是花蛮多时间在于自己的技术上的练习啊 或者是说就是很单纯去学校上完课就回家练习 然后偶尔就是煮个饭 我甚至就是已经到国外了 我还就是也没有什么规划 所以出去多看看 这个我是比较后悔的事情啦 就是说 你是说整个这些年都没有 对 这些年都一直在 很认真的在情房度过吗 对 我觉得这个当然也是可以给我一些 当然当然 他提供他这个这段日子给我的价值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会希望说 这些时间可以多利用去多看看也不错 那总而言之就是比较单纯的生活就会 嗯 就会 就会 就是你真的花很多时间在上面 但是 这有什么一个那个没有 其实我们有时候这个在山洞里面都会看来 那里有个光 你的那道光是什么 因为毕竟你在情房里面这样子度过 其实是蛮 蛮辛苦的嘛 对你那段时间来讲 你会觉得辛苦吗 呃 其实不会觉得辛苦啊 因为就是就会觉得说 耶 我终于就是可以在音乐里面 就是花很多的时间在音乐上面的 然后的确是你到国外之后 你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 遇到跟你同样一起来学习 但是他来自于不同的学习背景 成长背景的人 那他的目标跟你一样 但是他的想法跟做法 跟呈现出来的方式也都不一样 所以你经过了这些人 认识这些人的刺激 你会自己会有新东西加入 在你原本的练习的目标里面 所以你的那道光就是只要能够更精进 你就越异这样子 是这样吗 对就会觉得说很有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然后嘉文在法国留学那么多年嘛 对不对 所以对于他们的学制有一定的了解 有听说好像台湾最近 是这几年吗 是去年 去年 对对于就是法国学历的认证上面有些改变 对不对 对 是他的改变是什么 就是这个部分其实如果不是留法的 可能会觉得有点困惑 对我一直很困惑 你们到底在不高兴什么呢 在不高兴什么呢 对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对 那其实就是说 呃 呃 因为我们在法国的这个文凭 它并不像 呃 它就是一个演奏的文凭 是 所以说它不会是一个 嗯 硕士或是博士的一个学位 哦 就是它没有硕士也没有所谓博士这个名称 这样子 广义上来讲是这样 OK 对那 当然它里面还有诸多的分支 那这个我们先 听说非常的复杂 太复杂了 先不要 OK 但是呃 大体上来说 就是说 因为音乐院的体制 跟台湾习惯的学制的这个认证 是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会 会就是 你这个文凭在台湾适用的程度是以 呃 譬如说你要认教的时候 嗯 会有呃 你这个文凭等同什么什么资格 讲师资格 或是助理教授资格 嗯嗯嗯嗯 这样子 你可以去 可以去认教这样子 对 好 那呃 我们这次做的改动 就是说 原本 譬如说 巴黎高等 呃 第二阶段 高等文凭 毕业的这个文凭呢 原本他是等同于就是助理教授资格 但是他现在就是 被降的一级变成是讲师资格 嗯 那呃 像 像很多其他诸如巴黎示范音乐院 他的这个最高演奏家文凭 他也是从助理教授资格 被调降为讲师资格 那甚至是 以前就是 譬如说市立音乐院 他的 出来的文凭 他也是有有有有资格判定的 现在是直接没有 嗯 就是 等于是说 呃 现在你去 呃 改制之后的这个 的认定标准 嗯 呃 你再去法国 就是留学出来念的文凭 对 你回来台湾 如果你需要进入到学校体 教学体制去使用的时候 你的资格判定就会 比较受到限制 嗯 譬如说现在大学的职缺音乐系的就是主修课老师 他可能今天开了一个长笛教授的职缺 对 那但是他在说明审查的阶段 他就已经要求你 我需要你的文凭 是有助理教授资格的 嗯 那这个以前 譬如说巴黎高等第二阶段毕业的老师 就可以 他明明就可以 啊 但是现在就是调这样之后呢 还是不行的 就会觉得说 嗯 那 那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在 在在在法国好了 我先不讲其他的国家 在法国的话 其实我们的音乐院体制 它是比较着重于 嗯 演奏的方面 所以像像巴黎高等音乐院 或 李昂高等音乐院 对 嗯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音乐院了解是多少 但是 至少知道说 他的竞争是很强的 因为他就是 实际举例来说 到底就是有多难进去 哈哈 对 就是就是他等于是全世界的好手都来就是想要进进到这个殿堂 对 是全世界 是全世界的的的优秀年轻场地家在跟他竞争这个位置 嗯 那他的录取率 我那一年应该是我想一下应该是80个人 80个人 对 呃名额只有四个 哇 就是非常的 是全世界哦 对对对 反正就是觉得门槛是蛮高的 嗯 对 然后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你 嗯 报应考的年纪不可以超过21岁 哦 对 有这件事情的存在 其实去的 而且他们又是很讲究就是演奏的 演奏的 就是他们的文体大部分就是很演奏 那其实演奏如果你真的要发展到 要不你就是把时间拉得很长 是 对不对 就是你有用一辈子的这个状态去追求你的演奏上的进步 对不对 可是他们又设定是要在21岁 所以去考的都是全世界极度有天分的人去考 可以这么说 就是大家都是满足的权力想要去 对 想要去你在那个年线之前 是 我需要去拼一把 对对对对对 其实那个竞争力的那个张力是非常强的 对那所以当然其他其他国家的其他学校 我相信也有类似的状况 当然当然 对那我们今天就单讲巴黎高等的话 其实他的他就是这样子的录取率 所以其实他的他是非常的严苛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考进去的话 已经我觉得很棒了 就是你自己讲自己棒 我是要表达说这是比较那蛮难得的事情 是是是 因为难度是真的蛮高的 对对 所以所以今天他他他他念毕业之后 其实是等于是说你在至少说演奏能力的 的这个部分 是没有问题 是有就是 一定不是只有没有问题是有一定的水智 就是有就是你有是至少经过考验的这样子 对那所以他会就是这样改制之后 就会对之后 因为这个是对之后去念心智的人会有影响 对那所以这个最大的影响会是在哪里 就会觉得说 哎呃这个学校这么难考 但是你考毕业你你考进去念毕业出来的文凭可能就是讲师资格 那讲师资格的概念就是说你在台湾念研究所毕业你也是讲师资格 就是也说是文凭嘛就是要知道是资格 那就会觉得说那如果我是以我的工作取向说这个文凭可能就是适用的范围来讲 因为毕竟你在台湾工作嘛你要符合自己的规则 对啊对啊那你去国外学习又是国外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开销啊 然后你要就是说经过这些竞争当然说呃你在不同的环境受到不同的刺激你会有 嗯会有在你自身的能力会有更多的成长 但是如果你单讲就是这个文凭的部分的话 嗯就其实你在台湾也可以啊 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去念巴黎高德 对就是他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状况 对那就会很难去鼓励大家说虽然我们这样留学后来觉得说哇收获满满 就是真的是应该要去看一下 因为真的是来自世界各地会让你眼界大开啊 然后会真的会让你的音乐上的表达 也不是说你的竞争力 就是说你在音乐上面的眼界会更开阔 更知道说好的品质它其实标准可以是标准可以是很高的 对那但是以工作的性质来讲的话 他就变成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投资报酬率有点低 对所以你就很难去推荐说 呃我譬如说我的学生他很想去法国 但我可能就要多加一句说 嗯我们现在改制之后 你可能要考虑清楚哦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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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还是要就是说明一下这样的状况 对其实比较对这是目前的对啊 但也不是说之后无法改变 但现状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是这样子 好来讲完这么严肃的这个那个学历的事情之后呢 想要问一下就是你在法国的时候都没有人追你嘛 就不是说法国人然后 我不是说就是你知道 没有要聊前男友是吗 没有前男友是就是之前听过的 你们自己去看别的啊 或是听别的 好像没有看啦是听啦对不对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除了就是你知道法国就是 人家说法国帅哥啊 难道都没有法国帅哥就是追你吗 欸我被搭讪的都是阿伯年纪 但是你知道法国男人就是阿伯年纪也是帅啦 蛤真的吗 就也有帅 因为我觉得他们他们对于美的这个认定 是说你有没有足够的个人特色个人风格 所以其实他们的穿着都很有自己个人的 对所以我讲的帅并不是单止于他 不是face这个部分 就是外帽我的菜 而是说你会觉得说他这个人他有他个个性 就你从他穿着打扮是觉得说他有在在意 他有在用心 然后他也知道什么东西适合他 那像很多人都会说法国女人很会穿衣服 那其实是其实我觉得是有道理 是因为我觉得法国人他们的美感教育 就是真的是从小培养 而且他们真的非常在意就是这个东西好不好看 也没有就是他的审美是从小就是在培养的 那所以他们那但他们对于美感的培养 又不是说灌输这一套就是这个东西才是美 这个东西又不美 而是说他会去教育孩子在在在不同的事物 你都可以发现他的美好之处 这样子我觉得是有一个这样的观念 所以从小的话就是会让他们接触到真的很高规的 很高规格的美 譬如说像就是有有 我是有听过那个啦 就是说什么会让小朋友就至少去吃一次那个米其林 那个是真的吗 是啊 或者是说像是他们都可以有免费的课程去听 譬如说国家教育乐团的演出啊 对那他可能就是小小年纪也也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听不听得懂 但是他至少那个声音跟那个质感 对有接触过 就是会留在你的记忆中 我觉得那个的确是有差 那加上说他们的接到也真的是 对有规划过设计过 都是蛮漂亮的 OK所以就是有我再把你接回来 就是有质感的 对就会觉得说 熟男 对就会觉得说他不管就是今天是有一点邋遢 还是有一点整齐 也是有邋遢的这样子 也是会有邋遢 但是你会觉得邋遢的很帅 那你有尝试跟他们就是那个吗 我是说喝咖啡 哪个 哪个 对不起 我是说喝咖啡 我那时候就是比较避暑 所以我都借机装忙跑走 就说你要上课 然后就不用做这样子 他说我要上课 然后就说你上课完 我们也可以喝咖啡 那你怎么回答呢 我就说 我就说 我就说好 然后我就走了 你就说wee 对 那个时候法文也不太好 所以就 就接机 溜走 所以就完全没有半个层这样子 就没有啊 没有啊 我那个时候也觉得这件事情 我会有点恐惧就是 为什么你想干嘛 的那种 就很怕遇到坏人 对对 因为 会害怕 再给你是机会 你要不要 可能我觉得 如果那个当下 我觉得我好像应付了来 可是可能我知道 怎么保护自己的话 那我就OK啦 可是也许就是认识新朋友 也不是什么 对啊 你就多了一种法国的风景可以看 是的 那但是那个时候 年纪小 就是 对你很认真 在练琴 我的世界还没有到那么 好 还不能应付 好 刚刚聊完就是在法国的事情之后呢 我们就要聊在 就是从法国就是这些学成之后的事情 就是 我记得我在几年前有听过你的录音 应该是你那时候刚回国的录音 然后我发现就是 不管是呼吸啊 还有吹奏上面啊都有很大的改变 那就是有什么 有什么契机是你开始去 开始去转变这个事情呢 就是这个东西是一瞬间的呢 还是长久累积 那有没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让你就是变成现在的吹奏的样子 对 因为我现在有感觉到就是你现在吹奏的样子是很 就是很在当下的 然后是很放松的 对 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OK 我觉得就是我刚回国的那阵子 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因为我有乐团的工作 然后而且是第一次从学生的身份转换到就是 你真的要进入职场去应用你的能力这样子 对 所以呢 你当然就是会比较比较战战兢兢的 也不是说战战兢兢 就是说你还是照你的实力去发挥 但是你会不免的去在意到别人对你的评价 对 因为毕竟你之前花了这么多的 这么大的力气 对 或这么大的时间去搭 就是 不管是考进学校 或者是在各个大赛里面 嗯 去怎么讲脱颖而出 所以你多多少少来还是会觉得说 欸他会不会 就是还是不是很清楚说 到底别人的期待跟你给出去的东西 你会觉得有没有对等 对不对 对啊 就是会觉得说 嗯 当然也是那个时候的状态 嗯 我 对自己说 虽然说欸你已经毕业了 你可能也有在比赛 就是得到一些名字 嗯 但是 实际上 你还是会忍不住的想要 从 外界 就是获得认可 好像是这样子才真的 你可以确保说 哦好我今天安心了 对我是真的有收到 我真的有很帮哦 然后对就是 那个时候的状态 也对自己没有 没有那么的明确的 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呃 什么样子的音乐家 或者是你出来的声音 有没有符合到你的标准 嗯 这样子 好所以呃 所以那个时候 当你会去在意外界 而不的时候呢 你就是会去 呃 想要刻意的做一些东西出来 对不对 没错就是 那你出来的东西 他就不会是最自然的 嗯 但是我觉得像你刚刚提到说 那中间会有一些改变 以至于变成我现在的这个样子 是 他是寻去渐进的还是突然的 嗯 那绝对是寻去渐进 嗯 因为他就是跟你的人生经验 一定会有连结 对 因为像我觉得像我们学音乐 他就是表演艺术 嗯 表演艺术这个很很妙 就是说 嗯 其实不管你今天是什么行业 你是一定会在人生中会有起伏吗 是 一定会有挫折啊 或者是说 嗯 嗯 要面对自己的时刻 对 那 呃我们表演艺术 又又是在面对自己的这个部分 非常的赤裸 是很赤裸 你今天就是骗不了自己 你就在台上 你就是很逊就是很逊 很厉害就是很厉害 你当你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时候 就是说 我自己真的很棒耶 对 对我今天好棒喔 然后但是你很逊的时候 就觉得 好想躲起来 所以说我们比 我们更有机会真的去面对到 就是你也逃不了 你就是在台上 是 你一定会去面对这件事情 当你遇到的时候 你如果不解决 他就会一直跟着你 他就会跟着你 他就会跟着你 那什么时候是 你觉得那个不得不解决 就是 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演奏的时候 其实很盲目的 就是我们不太会知道自己的状态 除非说我们真的 push自己去看那个录音 或是看那个录影 我们就会发现 对那是什么时候 就让你觉得说 不行 我不想再用这种方式再演奏 嗯 对 我觉得 这个有一个契机 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奇妙 因为我并不是因为看自己的录影 因为我是不太敢 不太敢看自己的录影 很难对不对 看了就觉得 好了好 OK关起来 对但是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就是 它甚至是就是 已经烙印到我的人生经验里面 开始让我去注意到说 这个演奏上面的 演奏上面的事情 对演奏上面的事情 要怎么去再重新的去整理它 对 就是我曾经参加一个比赛 叫做琵琶湖 日本 琵琶湖大赛 对 琵琶湖大赛 对 然后甚至到了就是上场的当天 你就是全身每一个细胞都绷紧的 迎接它的到来 这样子 就比平常练习的时候 都还要更多 都还要再更多 都还要再更专注 那我觉得专注是一件好事 对 因为你专注的话 你就是可以去真的去做到很很很很精准的控制啊 或者是说比平常更多更好的表现 但是如果你那个专注 太多 太多的话 超出它的所需要的那个重量 那其实你真的会 反而会变成一个压力 就是我们俗称的 可能会紧张 或者是你可能会紧绷 那你呈现出来的在台上的表现 就会一定是听得出来的 它就是比较不自然 就很像在拖住你 因为它太沉重 导致你 就是已经上一秒已经经过 可是你还在上一秒 对 就是你一举一动都会觉得很在意 就是我今天在台上的一举一动 每一个音符我都要 哇 一定要很完美 一定要怎么样 对对对 但是其实那个听得出来 那就是你 过度在意的那个表现 会让整个音乐呈现出来 就是沉重的感觉 那所以你去比那个琵琶舞的时候 当下的状态是 是什么状态呢 就是我跟我的前男友 已经快要走不下去的一个阶段 那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说 天啊我的感情 我的感情世界快要崩塌了 对 好 那这个部分其实 会让我在比赛的那个过程中 我不像以前面对舞台的时候 那么的就是 但我当然还是全身贯注去准备 但是我又有其他的事情要去烦 烦 所以其实是蛮烦的 所以其实是当下比赛这件事情 反的就是不如这个感情 真的是这么严重 对因为就是 因为是我的一个男朋友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怎么办 就是我要怎么办 就是我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 对所以当下在纠结这件事情 反倒就没有这么大的心力 在比赛的那个 应该是说 我这个比我已经 我的心力就是 对于这个比赛是比较抽离的状态 就是我没有那么 那么就是钻 钻牛角尖的那个感觉 以往可能是百分之百 那可能你现在有感情的事情要担心 所以现在就是可能变 就少一点点 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反而他这个比较抽离的状态 会帮助我怎么说呢 就是你今天没有那么在里面钻牛角尖 你就你会怎样呢 你会比较没有得失心 你就会觉得说 啊比赛这些东西 现在就是我没有那么在意那个胜负 我没有那么在意说 我今天上场的表现 我吹错音会天崩地裂 不会 因为我有其他天崩地裂的事情要处理 你还是怎样 是这样 然后反而是 在这样子的状态 会让我在上台的时候 我就没有那么一举一动 都得失换失的 然后整个表现反而是非常的 非常顺 非常的放松 就是听起来很放松 因为他就是 你是有点抽离在那个音乐的那个舞台以外 那你想的事情 那其实就是音乐本身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只能想音乐了 你就一直在台上了 然后反而是 之后我得到的评语都是说 我觉得你在台上的那个表现就是很 一气呵成就很自然 好像你都没有想太多 就是很轻松的感觉 嗯 因为其他的参赛者 他们就是 就是非常的高压的状态 大部分参赛者是日本人吗 对 因为他是日本的比赛 那还蛮多都是 哇上台前一刻 日课大第一页 练到之后一页 解拍器夹在耳朵上面那种 是 真的很努力 很用力 很努力很用力的 想要做好这件事情做到完美 就是他可能每一次都是吹的一样完美 但是他在上台前还是会有一个压力说 要是我没有像之前那么完美 就是完蛋 这种感觉 就是会感觉到他们的感受到大家 对自己的严厉感 对自己的严厉给自己是 有点逼到悬崖边的那个 那种压迫感 对 就是你在准备时你可以很明确的感到 大家练习都一直在重复同样一个段落 就是错了一个音 哇长嘴思想 那种感觉 就是所以没有人在做音乐 没有人在在路说 我今天的音色好像可以等一下吹慢一点还是吹快一点 还是说 就是整体来说到底要想要给听众什么东西 他其实是有点 就是目标没在那上面 反倒是就觉得说 可能错了一个音就完蛋了 有点那种气氛 对那 然后反而是我 我反而没有那么在意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真的就想说 好了那我们就是在音乐里面歌唱吧 那反而就让人觉得说 这个东西让人觉得很清醒 会觉得说终于有人在做音乐了这样子 所以其实是这个比赛 让你彻底的看到这件事情 让我开始注意到说 其实 其实音乐才是最重要的 好像这样讲废话 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说 连接到我以前去美术馆的一个经验 就是我去看油画 然后 有一次我就非常靠近的看那一幅油画 然后你很靠近看油画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一坨颜料在那里 对就是一坨 就是一坨然后很多颜色 什么都很纠结 对就是一坨在那边 就是觉得 它如果是作为一坨颜料存在 它就没有意义 对 好有点偏颇 但是先这样讲吧 就是它就是一坨在那里 它可能就是一坨颜料 它也不会成为一幅画 对 对就是你真的要往后退一步 才知道说 哇这一坨颜料在这幅画里面 它扮演的角色 对 跟它 它为什么是一坨 为什么不是平的 为什么它要有质感 对 就是因为它在这幅画 它要呈现出 譬如说不一样的重量感 对 不一样的 呃 呃 呃 色彩啊 对 或是不一样的连接啦 对 它跟周遭之间的颜色之间的互动啦 没错没错 然后我突然就想到这件事情 就觉得说对啊 就是很多的 譬如说我刚刚讲的其他很努力的参赛者 嗯 他们 不是不爱音乐啊 他们也没有不想做音乐 对 但是为什么呈现出来 会给你一个感觉就是 你为什么不做音乐 是因为它就在它那一坨颜料里面 它就是在看它的长笛 长笛这件事情其实在 如果你说音乐是一幅画 那长笛在这个乐曲里面 它的演奏技术 它就是一个材料的一部分 就是颜料的部分 其实是你拿来创作的一个工具 对对对对 对对那你要 你要真的是 退一步 看到它的整体感 你才会知道说 哦它这个东西 应用在这个整体上面 它是扮演什么样的 你可以怎么去应用它 嗯 然后你才会 不会那么执着于 长笛这件事情 哇我吹得很好的长笛 嗯 然后我才能传达我的音乐出去 其实是相反 就是你 你已经掌握了长笛的技术之后 就也不要再执迷 不要再执着了 就是说你其实 就是已经可以应用它在音乐上面 对 然后在 呃在那个当下 我就是想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非常的 跟我以往的经验 蛮不一样的 嗯 嗯 因为 对啊 因为因为 因为在在面对舞台的时候 我们很难去 真正的放松 就是尤其是说 你还在学习的阶段 你需要一个证明自己的舞台的时候 对 你就觉得你一定要这个机会 把握这个机会 对 你不可以放松啊 你怎么可以放松 对对对 你要很严肃的看待它 所以但是 但是音乐它 其实音乐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呃 这个音错阳差的 算巧合吗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那我觉得说 其实舞台 舞台只是一个演出的场所 那不管你今天是比赛还是考试 还是就是真的是音乐会 那最重要的都是 你 有没有透过 这一项乐器 去把你想要的声音 就是表达出来 对 那是因为这个经验 我觉得 很重要 那当然回来 这个带着这个经验 回到台湾之后 又遇到其他的挑战 对 所以 呃有时候会 会有一点忘记这件事情 就像我刚刚提到说 因为我还是会不免俗的就是 在意别人的目光 对 毕竟那时候刚刚返台吧 对 就是也算一个新的开始 对 就是说想要一个突破的点 对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 呃 当你表现的比较僵硬的时候 不管你在比赛 还是说你今天在职场上 第一次工 第一次上班啊 嗯 然后在意到他的眼光 都是因为你 你对 对于音乐的认同是来自于 外界 外界要给你肯定 你才会觉得说 诶这个音乐 他是好的音乐 对 还是还好的音乐 对 对那 呃 一直到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是 到了 到了 就是我很难去 去说明 怎么讲 就是我发现这一年半 对 就是这一年半你的东西 变得非常的明显 就是 哦 这是欧嘉文的东西 真的 真的 好感动喔 那我可以请问 那我可以请问你觉得就是 在 你听到有什么特质 觉得这个是 是我的东西 就很纯粹 嗯 嗯 很纯粹吗 对 我就觉得很 就是那个传达东西是一致的 就是有些人 吹出来的东西 你会觉得就是扭曲 可是你的东西是很一致的 然后是很顺畅的 嗯 对 酷 哼 我觉得是 呃 在于就是 学习音乐的过程 嗯 就算我现在已经在工作了 嗯 但是我们同样的同时也在学习 那你一定会遇到就是 对自己认同感的问题 嗯 对因为 因为如果你对自己的东西不够 肯定 不够确定的时候 嗯 你就是一定会显性在你的音乐里面 就是 所以你这个音乐吹出来 你是为了要得到人家的认同 还是你真的自己喜欢 然后我想要分享出来 那个是真的你是听得出来 嗯 所以其实有一大部分是 你后期其实是 怎么讲 对自我的认同感 比较 比较知道说 我是谁 我在哪 我可以给什么 对 那我觉得这个来自于 我后来再跟其他人的合作 就是跟各个不同的音乐家 或者是乐团也好 室内乐也好 嗯 或者是甚至不同领域的音乐家 合作 然后你就会开始把你的注意力 你的焦点放在跟别人怎么配合 而不是你自己 你自己在 动 你已经在乐团了 你还是只听自己的声音 对 那就是你没有在听别人 所以你才会那么在意啊 因为 你听到了这个声音 你只听自己 然后 你又在意说 别人听到了这个声音 它做何感想 那就 就已经是跟 这个演出形式 对 你就已经耳朵 耳朵是没有全部打开的 对 你只在意自己的东西 然后 目标就是你没有去听 就是周章 你跟大家合起来的那个 对 有那个感觉 所以你开始 发现你把这个目标转移 有时候你有什么收获 就是 为什么它会有这么 给你这么大的改变 你觉得你看到什么 或者说它开启了一个什么 你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 嗯 就是 我讲比较 我觉得对我的影响比较多的就是在 交响乐团的 嗯 合作的一些经验 就不一定是 就是 跟各个不同的音乐家 合作的过程中 你会听到 场底以外的声音 对 对 然后 当你愿意去 就是 想办法把你的声音 跟其他人 融入在一起的时候 对 你会发现 其实声音的可能性真的很多 很大 那甚至是 你可以再 把这些声音的特质 运用回来到场底 你就不会一直听到 场底的声音就是大概就是那样 对 你就是已经被局限住 你想要再开发更多的音色 其实都 会一直局限在场底这个 尤其 这是场底的声音啊 但是如果你 你耳朵里面有 丹黄管的声音 对 你耳朵里面有铜管的声音 那你就可以把它放进来 你就可以 它又变得不一样的东西 对 你就譬如说 你回来到场底的读咒曲 譬如说 譬如说 我有点想要像打击乐那样子 对 或是说我现在的吐舌的状态 比较想要像弦乐那样 对 就会突然觉得说 世界被打开 就会觉得音乐的无限的可能性 就不会只在于你这个乐器吹的有多好 就是连接到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学生时代 你可能就是狂练 练到不行 但是你对于音乐的理解 可能就很偏颇 对就是在看的那个颜料 很近的那个颜料 对对有点是这样 那可能我比较晚开始吧 就是意识到这个事情 你就开始往后退 对 因为我在学习过程中 也是有很多人 他就是学长笛 但是他都没有在听长笛的音乐 然后我那个时候还在想说 你为什么不听长笛 对啊你自己就是足球长笛 对那我现在就是觉得说 其实我如果早一点开始的话 会不会就更早可以去 去运用到这个事情 对对对 但我觉得就所以说 阶段性不一样 阶段性不一样 所以说我现在自己的教学 我也会去鼓励学生 多多去听长笛以外的音乐 对或是多听不同类型的音乐 对没错 好那下一个呢 是想要问嘉文 就是你都是怎么的去 让自己维持在一个进一步的状态 因为毕竟你是蛮focus在这一点 就是你一直希望在这上面有提升 对不对 那你后来有找到什么诀窍 可以让自己一直能够在这件事情 维持一个更新的状态 我觉得诀窍就是认清自己 还有更多可以学的东西 你就会主动去学 在讲的好像是就是好像没讲一样 对但是因为就是你会觉得有不足 你才会去想要学想要进步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好奇心跟求知欲 对 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会了 我就不练了 或者是这首我已经知道他怎么做了 或者是对我已经练好了 那你就不练了吗 那但是你练又不是说好每天都要练 每天都重复哦 你不是这样子练 就是我觉得进步的状态应该是说 因为音乐的东西跟你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你今天获得的不同的知识不同的想法 然后你都可以实验在你的乐器的演奏上面 所以我想你想问的应该不是说技术上面的进步 不是不仅仅是这样 不仅仅是这样 因为技术会到达一个门槛嘛 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 我们需要再让我们的见识再开口一点嘛 音乐上面处理 对音乐上面处理 譬如说刚刚提到说 我是因为在交响乐团的这些经验 给了我很多的灵感 让我在 我觉得进步最多的就是音色上面的变化性 我有更多的想法 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概念去应用到说 譬如说我觉得我不太会推巴哈 那也就是巴洛克音乐 我不是很熟 因为它可能不是我们从小会听的接触到音乐 或者是说我没有专门去学鼓乐的时候 那是不是也可以去多听听看 让你的耳朵去听听看不同乐器的鼓乐 或者是巴哈在之前 是谁在影响巴哈做出这样的操作 好之类我举个例子大概是这样 那你就是去让你的耳朵接收到更多的资讯 然后你就会整合出来自己的理解 但是你今天没有这些资讯 你的你的理解就会停留在对比较就是原本的状态 这是所谓的觉得好像没有进步 那就是因为他就已经已经整理完了 你要他整理什么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保持 有点像是保持一个谦卑不自卑的状态 然后去去就是真的去看清自己缺乏什么 然后就实际上去接触 或者实际上去譬如说像你刚刚提到鼓乐 就是实际上去吹奏当时鼓乐的乐器 对那个时代的东西有更多的了解 那他就会再回到你的演奏上面 对啊就是其实也不用出发点不用觉得说 因为我缺乏所以我才去学这个东西 而且我想要更了解 对应该是觉得说其实这些东西都很有趣啊 因为这个都是音乐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 对不同的音乐它的历史脉络 跟它不同乐种的互相影响 其实都一定都是前一法东选声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就是学不完啊 然后你就是你这样的好奇心啦 对 我发现有一件事情 可是我不知道耶 所以我想要去知道 对 然后知道这个又延伸到说 哎他跟这个也有关系 其实好开支线 所以其实永远都不无聊嘛 就是不无聊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哎你开始有点掌握到 这些你原本不了解的风格语惠 然后回来应用到你自己原本的乐器上面 你自动它就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对就会生起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你真的需要的不是 当然你每天都还是可以练习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不只是这样 就是说你如果都可以有一些新的想法加进来 那你可以用的工具是不是有更多 你可以用的色彩是不是有更多 对 那不一定是古乐的色彩用在古乐啊 你古乐的色彩也可以用在现代乐啊 你可以用在现代乐啊 你可以用在现代乐啊 对啊 完全可以啊 完全可以啊 所以就会变成说 你的东西会很多的变化 对 像你刚刚提到说 你觉得我的东西是纯粹 我觉得蛮惊讶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 就觉得纯粹应该是指说 应该我觉得是整合完毕的声音 对就是整合完毕 你就是对于譬如说今天我要表现这个曲子 它的 我想它的核心理念 跟它的 它的风格呈现 它 它是在什么 譬如说什么色调 什么色系 你从头到尾都是很明确的有 有想法 而且我看得很清楚 就是你的画面是什么 就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你心里唱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对 那我觉得那其实 在技术的层面 其实那是 嗯 在在那个之前是 其实是头脑的整合 嗯 就是你的头脑里面的资讯 嗯 如果整合完毕了之后呢 你在演奏的时候 你的指令就会很清楚 因为你知道你在吹下去之前 你就已经知道那个声音 你会有一个 你想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那当你的大脑指令是清楚的时候 你的肌肉它会反应啊 因为我们都是受过长期的训练 但是前提是 你的基本功要有 对啦 对啦 但是我我觉得 我相信就是 假设你的耳朵里面 已经有那个声音的时候 你的身体其实会 它会调整 它自己会调 就是它至少 它可能没有办法一次到位 但是它会往那个方向 是是是是 慢慢的去 只要用对方法 它就会往那个方向去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 多听啊 多听 多听音乐 多听 多听不同的声音 嗯 也去多听自己的声音 对 然后去看说 这个声音是不是自己 就是自己想要的 跟自己想要的 是不是一样 如果没有的话再去调整 然后慢慢的去做整合 没错 哦 刚刚呢 讲到就是 怎么样维持持续进步嘛 对 那但是其实除了 就是这些 音乐上面的 不停的 跟其他风格接触之外呢 保持一个 跟自己乐器熟悉度 也是蛮重要的 嗯 你现在大概 因为你现在我想 应该花蛮多的时间在就是 演出啊 等等其他的事情上面 等等 因为你是一个事业的 有其他事情要处理 就是你现在大概一个礼拜 平均可以有多少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跟场底维持一个熟悉的状态 我不敢回答这一点 哈哈哈哈 我学生会看吗 没有 没有啦 就是 我觉得就是 有时候你真的是 不管是你时间再怎么压缩 你今天有上拍演出的工作 你都还是要有一个义务 就是要去维持说 是 你可以怎么去把这个乐器 呈现出他该有的音色 所以我在 我只要抓到时间 我可以有练习的时候 我一定都是练音色 那 对 音色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的用气 跟我的整体的身体的肌肉的控制 跟我想象的声音 他出来是不是 是 一样的 是不是一致的 因为 因为有时候 的确你比较疏于练习的时候 你出来就是会差一点 或者说你的脊弱就是 诶怎么提早结束 诶怎么掉下来了 对 那个就是会觉得说 你的那个肌肉的敏感度 跟你那个 对 就通常跟身体的连结 有点疏于那个 对 那其实那个在台上是 很明显 一瞬间 就是要什么 那个 生死一瞬间 对 立马见真章 对对对 因为你需要 你有时候在台上 你会临时的需要 需要很大声或很小声 就是跟你平常练习的时候 诶我已经做到这样 你差不多可以 但是在台上那个氛围 你就是知道说 诶好像今天需要再更少一点 对 还是要再更慢一点 嗯 就是你有这些临时的 需求的时候 需要立刻去做调整的地方 对 那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你 就是你跟你的身体的连结 身体之间 所以其实你刚刚说跟乐器的连结 那其实 还有另外一个 它是三角形 它是头脑跟身体跟乐器 对 诶这个我也很常讲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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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段时间内可以去做到必要的练习 对 所以我觉得学生时代的那些大量练习 是完全一定需要经历的 很瘦 因为那个是你在培养你的肌肉的能强度 对 对 你跟它的连结 跟它的控制力 对 那个的确是要花到就是一定的时间数 对一定的时间 这几步来的事情 我一定都是练不要太复杂的 嗯 譬如说那个1UP的 可能就是只是一个阴沉的上行下行 那但是我会三个八度都练到 嗯 然后 呃 然后你在每一个不同的 譬如说我今天如果是和声拆解练习的话 嗯 就是你的和声的张力 有没有到达你的预期 嗯 就是大声有没有到你要的那个大声 对 小声有没有到你要的小声 对 然后音色的本质是不是你喜欢的 嗯 就是说它今天是有点紧绷 或是它今天是有点太松了 对 那个也是蛮重要的 或者是说你在松紧的那个幅度 你是不是可以掌握 你不可能永远都 你不可能永远都吹很紧的音色 对 就是你会依照你乐曲的需求 会做调整 去调整那个颜色 对 那你在做调整的时候 它的中间的转换是不是都很顺 嗯 我会练这个 然后可能就是 如果真的还有时间 我会练比较极端的大小声 可能就是 坚强很强很强 健弱很弱很弱 不健 的那个 那个就是练肌肉的控制力 对 但那个就是 有时间才能做 有时间 哦 那应该是说你要先完成前面那些 我比较在意的 对 的 基本款 嗯 然后有时间我们在这个进阶款 嗯 做个集组这样子 嗯 所以这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一定是先做这个 你不会直接去练曲子 对不对 不会 曲子会比较是先用头脑去熟悉它 对 譬如说我今天 譬如说有一个乐团工作 嗯 我今天要催某某某某交响去 对 那我一定就是先把这个交响去 知道他的教咒 知道长迪在里面的角色是什么 懂 哪里有solo solo的风格是什么 对 然后我想要呈现什么风格 嗯 然后预想 这个指挥 可能会 会喜欢什么 哪一些版本 对 你可能就是稍微多听几个版本 对对对 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困难的片段 真的是也是要拿出来 嗯 至少说是什么音 你不要 不要不知道 不要不知道 就很尴尬 对 对 那我就这样其实就够了 就是说你今天 如果你已经也是在讲整合 你的头脑的这些资讯都整合完毕之后 嗯 你其实就算只有五分钟 嗯 你可能头脑这些东西 啊啊做长迪功课 哇剩五分钟可以吹 那至少 但是你已经很有概念说 等一下我吹下去 我已经 差不多也可以一步到位了 因为我已经知道我要 今天要什么声音 OKOKOK 嗯 对 所以就是头脑跟身体之间的连接的 这个 这一条 轨道蛮重要的 对对对 嗯 嗯 嗯